哈囉大家好我是懶貓 今天是這一個2023年的11月11日光棍節的下午 鐵道突然公布了一些重要的消息 非常非常多的內容在1.6版本的時候會更新 那這些東西我覺得對我在玩鐵道的人來說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關鍵點就是這真的對玩鐵道的人來說 就是百利而無一害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鐵道又送石頭了 因為PS5的玩家突破了100萬的玩家 所以會給所有人200顆石頭 然後還會因為留言數有達到1萬則再給180 這基本上就是所有人就送380顆石頭 這件事情是一定的 然後再來就是開發者電台 在現在有講了一些新的東西 非常多的玩法 包含第一個就是新的常駐玩法 新的常駐玩法虛構故事會在1.6版本上限 那這個虛構故事就是在輪次以內 擊敗的敵人越多 你就能夠拿到越高的積分 盡可能拿到越高的分數去拿到越多的獎勵 那這一個虛構故事呢 它會有點類似混沌回憶一樣 它是一期一期去推出的 每一期可以獲得720的這一個星球 那混沌回憶呢 混沌回憶還在嗎 混沌回憶也還在 混沌回憶不只還在 之後還會多第11關跟第12關 那石頭呢還會再多給 也就是給到這一個720的這一個星球 那這12關我每兩週就要打這個12關也太累了吧 那忘卻之題呢之後會有快速通關功能 講簡單的 就是如果你是打通的玩家 你下一期以後呢 能夠直接從第7關開始挑戰 那只要挑戰過第7關 你前面就會全通 如果你還沒有打到第7關的人呢 則是從第幾關 那你下一期就從第幾關開始 這樣的一個概念 前面7層呢 不需要再浪費時間 前面6層呢 不需要再浪費時間了好不好 再來呢 就是在混沌回憶裡面 分成上半場跟下半場 有時候下半場沒打好 你上半場也得重開重打 在1.5開始呢 它就會幫你記憶下來 你不需要重新選擇 另外呢 你還會還它的這一個密技點 重新挑戰下半場的時候 不需要重打上半場了 這個是 點名那個遏制遊戲好不好 點名那個遏制遊戲 這個真的是給我自重一下 下半場重開功能 拜託趕快上線一下好不好啊 那對鐵道的玩家來說的話呢 在1.5版本就已經開始有這個編隊記憶了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你會 可以重新戰鬥 重新戰鬥 直打下半場也是可以的 好 然後呢 因為剛剛有提到有一個新的玩法 叫做 我突然忘記它的名字了 叫做這個虛構故事 那接下來呢 它會跟混沌回憶呢 把時間去做一個調整 那它寫得很複雜 我講個最簡單的就是 混沌回憶之後會一次開就開6週 虛構故事也會一次開6週 那他們會每兩週開一個輪流開 那每一次每一個開6週 也就是玩家呢 在挑戰混沌回憶或虛構故事的時候 你有更長的時間能夠把它打滿 並且同一時間呢 你最多會有三個東西可以打 可能是兩個混沌回憶 一個虛構故事 或是兩個虛構故事 一個混沌回憶 對玩家來說呢 如果他是很興奮的 就是每一期都要打滿的人呢 他現在有更長的時間 能夠去解決這件事情 並且呢他可以大家閒暇有空的時候 一次解決全部的東西 那獎勵的部分也完全沒有變 因為本來就是每兩週 更新一次的混沌回憶 現在是每兩週呢 開一個新的 所以獎勵的部分不但沒有變 還因為剛剛前面說到的 600變成720 600變成720這件事情 其實就已經給到非常非常多了 那後面還有額外 就是之後在忘卷之庭 跟這個虛構故事裡面呢 均可以獲得新的貨幣 來去兌換這一個獎勵 裡面有提到會給自速成指 然後呢 相信大家可能會有課這一個大月卡 也就是無名課的獎勵 無名課的獎勵呢 現階段要打到這一個 50等的時候他才會給你這個680的星球 就如果你有買的話 50等的時候他才會給你680的星球 現在呢只要你一買 到了1.5版本 只要你一買 那680他就會直接給你 680就會直接給你 那50等那邊呢 就會變成是一個自速成指了 他就把這個石頭 你不用農到滿 他才給 你沒有空農到滿也沒關係 他開場就給你了 再來呢 農到滿的人呢 也有福利了 之後會有51級到70級 那每一級多給1萬點的信用點 總共20萬點的信用點 外加這個儀器殘骸20個 那20等下來就是400個儀器殘骸 不多 說多不多 但就是額外的這個獎勵 那再來呢 就是他們也會改這個無名虛擬的這個獎勵內容呢 他會給你一些 通用的這個行機素材 就不用再猶豫到底要選這個 巡列啊 還是這個 正義啊 不對 那個是隔壁棚的 不是 隔壁棚的拜託 想一想好不好啊 看一看學學好不好啊 那 之後就不用再想說到底要選哪一個了 無名虛擬呢 他的任務也會進行一些改良 因為其實現在也蠻多玩家在說 無名虛擬有一些任務真的是蠻難辦到的 比如說 玩家練度起來以後 你還要我在同一場戰鬥裡面去破三個弱點 這件事情其實是太 太麻煩了 對 好 那儀器的部分呢 也有改良 儀器的部分呢 現在你可以直接點擊你要升到三等 六等 九等 或十二等 或十五 就是或十五等 就是你可以直接 直接 點擊你要的那個等級 然後他會把這個東西直接塞進去 幫你練到 該有的這個等級 而不是你現在還要加加減減 然後你還怕不小心 多練了 對不對 這我都懂 我也是這樣子的 那他之後呢 會直接你可以就是 快速升級到那一個特定等級了 然後你在整理或獲得儀器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標記 不只是標記鎖定 鎖定是你要留下來 你還可以標記不要 不要的他之後就會快速 能夠被你分解掉了 好不好 接下來呢他還會推薦你 大家都在使用的儀器套裝跟主屬性 讓你在練新角色或拿新角色的時候 你不知道該怎麼樣去選擇套裝的時候呢 他會有一個最基本的這一個推薦 然後他會推薦你這一個儀器啊 比如說大家的繩子通常都是用攻擊 通常都是用能量之類的 他就會給你一個推薦 讓大家呢 你能夠好好的去篩選到 不包含的這些屬性的儀器 然後進行整理或分解 再來呢就是這一個漫遊簽證 開拓者之後可以設定支援的角色數量 那星海同行的角色數量也還會再增加 還會再增加 讓大家這一個是更方便去使用這一個好友 更方便使用這一個自己的名片了 那好友的部分呢 你可以在進關卡的時候 不是可以再選支援嗎 那你現在可以置頂一些部分的這些好友 那會讓你在這個支援的上面呢 會變得是更方便了 就是你可能就會有些大佬 你一直都會想要點他 你都可以這樣點他會更方便了 好那 這些呢就是這一個11月11號 所公佈的內容 那這個公佈的內容呢 他有講到有一些是來自1.5的時候去做這一個上限 那1.5會在11月15號 也就是4天後 那1.6才上限的這一個東西呢也有 1.6的時間我也幫大家先準備好了 1.6的時間會在12月27號 如果沒有任何意外的話 都是做一個42天一個改版 那42天後就是12月27號會開這個上半的 那當然詳細真正的開的這個時間還是以官方為主 那我也幫大家整理了一下就是 如果依照現在鐵道送的這個方式 他真的是在花式送食的這個方式 一個版本無刻完全打滿 在1.6版本以後你完全打滿 每天登錄每天每日都有打 然後混沌回憶啊 跟這一個新的這一個故事 新的這一個玩法 再加上那個魔女宇宙你都有打滿 無刻在1.6版本以後呢 你每一個版本能夠拿到15320左右的這個星球 也就是約95抽 當然有一些這一個石頭 它是以這個常駐通票的方式給你 那如果你是小月卡的人呢 則是18320顆石頭左右 那大概是114抽 如果你是大小月卡都有買的人呢 大約是2萬顆石頭左右 大概是125抽一個版本 現在這個鐵道送的幅度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誇張 所有的活動參加完 然後包含網頁的東西都領一領的話 一個版本就是可以領到這麼多這麼多 那當然啦這些東西有算上就是混沌回憶 新的這一個玩法打滿 然後跟這一個我們的魔女宇宙打滿的這個情況 那大家可能根據自己的情況可能再往回推個1000或是500 這樣一定是能夠拿到的這個數字 這也是鐵道目前看起來最最最最最最佛心的一個地方 我也是再點名那個兩次遊戲 算了算了 不要再點名那個兩次遊戲了 我自己還是玩得很開心的那個兩次遊戲 再也不點名了好不好 好那以上就是這一個 今天下午的這一個改版 因為這個改版其實它沒有特別在官方粉身團有公佈 其實只有公佈在這一個 Bilibili跟Hoyolab上 那我覺得應該蠻多人沒有看到的 那我也會把這一個公佈的這一個連結 放在我們的影片的簡介處跟這一個留言 讓大家可以自己去詳細看一下 到底改了些什麼樣的東西 到底有打算改了一些什麼樣的東西 我只能說鐵道在玩家的這一個反應 然後去做修正這件事情上面真的是蠻厲害的 看得出來就是鐵道的這一個製作組 很努力的在讓玩家玩一個很不錯的遊戲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那如果你有喜歡我的話呢 我們加這一個魔鏡的這個二騎生Melonix 要出道了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呢 可以去幫他們這一個訂個月 那給大家看一下我們這個可愛的二騎生有 總共7位 我會把他們的這一個連結呢 放在這一個我的這一個下面的簡介處 也會放在這個留言上 當然你也可以使用這一個 抱歉我貼錯了 這一個QR Code才對 這一個QR Code去掃到 這一個QR Code去掃到 那我今天就不推薦這個賴群 因為我們賴群已經滿人了 我們賴群已經滿人了 但我可以推薦你就是 如果你有打算要做遊戲的這一個 儲值或是手遊的儲值的話呢 我推薦你魔除 我們魔除現在正在這一個半週年 出資呢 就有機會可以拿到我們 額外送的4080啊 iPhone15啊 還有我們的這一個PS5 那也有機會讓我幫你把角色抽到 有那錢是我來出 那我們使用魔除呢 能夠讓你省到很多的這一個錢 並且我們是敢開發票 公司立業絕對安全沒有問題的 那現在用我的推薦碼去註冊的話呢 還能夠折200塊 那我一樣會把摸出的這個註冊連結 跟我的推薦碼放在剪接處跟這個留言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好 那我們這支影片就告這邊告一個段落 我們下支影片見 下支影片 A幸會 CAKE CAKE CAKE